這台車款最需要拍攝的角度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這台車威根的屁股 這台車的代號是 BMW 最新系列的三系列 G20的話是四門ZM的車款 G21的話就是這台威根的車款 威根的車款在台灣2020年剛上市的時候 一開始的上市車款是 M340 所以它一開始先從動力比較大的版本出 然後再來才是 320 跟這台的 330 那 320 跟 330 基本上都是四缸直列的引擎 330 的增壓還有配備當然比較增壓值 跟配備當然比較豐富一點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在以往的三系列的威根車款 通常都沒有做 M 版的 這台車國外已經出一個代號叫 G81 就是 M-Power 的引擎 所以這台後來也要跟 RS4的話互相競爭 所以也出了一個 Wagon 的動力非常大 5-600P 的版本 那這台車的避震器 其實說實在話 我講得太好的話可能沒有人要換 這台車的避震器說實在話還真的不錯 它的懸吊系統原廠的已經做得很Q 它的感覺是比較像是經典歐系車的感覺 鼠尼的話非常硬 這個車款這樣的設定 偶爾有在 W205 AMG 的車款上看到 可是賓士的 W205 給經理的感覺就是 它的回饋感的話會太過於生硬 可是這台車原廠的避震器 是硬Q 硬中有帶Q 所以這台車說真的 真的避震器做得很不錯 那為什麼車主這麼新的車 就會找經理想要改裝 因為它前一台車是 F32 4系列的 那它之前的話就已經體驗過 KT 的感覺還不錯 所以這一次換車之後 還是找經理捧場啦 那最主要的感覺車主是有說 它在高速的時候 因為我們討論的還蠻長一段時間 我覺得因為當初在開發 G21 M340 我就覺得這台車不錯啊 那為什麼車主想要改裝 其實經理自己也想要瞭解嘛 後來車主是說 我有告訴他說 這個車在高速 140 到 160 以上 它遇到坑洞的處理能力啊 非常的厲害 一次就吸附住了 但是阻尼 Over Damping 的狀況之下 低速時候遇到路面不平的狀況啊 後座乘客的回饋感就覺得太過於直接 也就是這台車比較 一般想要舒適一點點 它可能不是它的擅長的領域啦 所以這台車啊 一般我們在改裝 KTE 避震器都是把阻尼夾硬 把彈簧夾硬 只有這台車的阻尼 經理有特別 將它的下壓值 這個下壓值啊 把它調軟大概25%左右 希望它能夠 擁有應該要有的Q度 可是也不要讓操控性 犧牲掉太多 所以這台車 我們可以看看它原廠後面的阻尼 非常硬 那這台車我又把阻尼指 往下修正 往下修正大概15-20%左右 這個是後面的統身 它的懸吊系統基本上跟前一個世代 差不了多少 前面是麥化成 後面的話是多連桿的系統 但是它有一些零件啊 有可能是為了類似做輕量化之類的 像這一個在F世代 或者是在E世代的這個零件 我們常看到 E世代經理之前開192的時候 這個零件是鐵件 那像現在不只是BMW車系 還有福特的車系 都把這些的上下件 都改成類似塑缸的材質 加上橡皮 所以它的零件的話 重量就會比較輕一點點 這是後方的彈簧 後面的話這台車 KT的配置是配置11公斤 前方的話是配置7公斤 如果是B58的引擎 直列6缸3000cc的公斤數的話 也不會變動 因為7公斤的話在這台車 前面的這個行程 才吃掉大概30mm 所以算是非常的剛好 那如果B58的引擎 重量大概稍微重一點點 吃掉的幅度 也還是在一個可以合理接受的範圍之內 所以彈簧公斤數的話 除非是有比較靜忌的設定 才會把它再往上搭配到8.5公斤 甚至是更高 那後方的彈簧 配置的是250廠11公斤 可是如果需要比較靜忌的話 那就會把它換成是直捲式的彈簧 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下方 下方的話 橡皮跟直捲式的彈簧是不吻合的 不建議直接上 可是進口品牌都是直接上 但是它的一個密合度的話 容易把下方的橡皮把它壓壞掉 KT的做法 是在下方會轉接有一個專用的橡皮 那個橡皮的話 也是因應E世代 F世代跟G世代所專用開發的 那個橡皮的話 就可以轉成直捲的彈簧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規格 前方的上座跟前一個世代 F世代的話就不太一樣 它的行程一樣不長 它的上座 形勢還蠻特別的 這個上座在比G20系列更早上市的Supra A90車上就是這個零件 所以這個 這個底盤的話 在A90上是最早上市的車款 A90的話大概在2019年 2019年左右我們就有開發出來 就是用這個上座 那這台車跟A90一樣 有的車款 是像M340的話是有選配電選 電子懸吊的話 在一些的固定的零件的話就不太一樣 好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後面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裝在車子上的一個搭配組合 這台車跟昨天的G06一樣 它的一個煞車自動系統的話 其實都還蠻大型的 所以它的原廠的自動力道 我自己覺得 經理自己覺得也還蠻夠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後方 後方這裡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零件 跟前一個世代很協進 F系列的 還有三顆螺絲 那在上座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是在調整後面的軟硬度的 這個是後方的調整機構 然後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帶多了一個這個 ABS感應線 會固定在 一下會固定在這邊 還在做細微的調整當中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所以這台車拆裝也蠻簡單 因為不用再拆到內裝了 前面的話 原廠也是配了多火塞的 原廠這個是 M版的底盤 所以它有配置 它的車高其實也蠻低的 前面的車高大概 輪胎上遠到一支版 原廠19吋的 大概40mm 後方的話大概是32mm左右 就是前面大概兩指半 後面大概兩指 所以它的車高其實也蠻低的 但今天車主並沒有要降到特別低 只想要比原廠低大概一指幅 大概低個15mm左右而已 所以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 後面的話會是一指幅 前面的話會是大概一指半到兩指左右 它的車高的話 這個比例才會是一個平整水平的狀況 好那前面的避震器的話 上方的話 這一條彈簧 這個是 因為它的行程長 所以我們就沒有配置直捲彈簧 配置的是一個燈籠狀 也是一個小燈籠狀的彈簧 160厘7公斤的規格 在這裡 好那上座的部分比較特別 它的上座就跟前一代的完全不同了 上座的話是有4顆螺絲藏在這裡 這個要拆下來 我拿鏡頭 在這個地方 上座塔頂是在這裡 所以要調整阻尼的話 這個飾板 再稍微拆開一下 再從這個地方才有辦法做調整 這個是4缸的引擎 直列4缸 340的才是直列6缸的引擎 它的重量就稍微重一點點 B58的引擎昨天就講過 就不再贅述了 那一顆引擎的強化的潛力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今天沒有什麼問題吧 這台車超帥的 G21 而且我一開 之前開M340的時候 就覺得這台車的一個 邊速箱反應 或者是底盤反應 真的啦 我這台車真的是經理 經理不是Bimmer 只是有開過G92而已 可是這台車 它的整體協調度 還有內裝的氛圍 真的很棒 很推薦 有問題 你說車高的水平是前幾指後幾指搭配呢 這個問題很棒 謝謝車友的提問 如果以這台車的話 它的輪胎到葉子板前面比較多 後面比較少 它的車身是成一個水平狀的 可是每一台車都不一樣喔 我舉一個比較誇張的例子 像一代的KUKA 或者是四代的RAV4 它的後面的車高都特別的高 所以那些車款的話 其實原廠是因應啊 它是休旅車 有可能後座做了三個撞翰 200公斤 一共200公斤 然後行李再加個100公斤 一共載重400公斤 所以它會預設原廠的彈簧不能做太高 因為公斤數做太高 它的空載的時候 乘坐感覺就沒有那麼的舒適 所以它的原廠的是把彈簧做預載 然後把它做高一點點 那如果後面假設載了300公斤 甚至是400公斤的荷重之下 它的後面才不會沉得太下去 但改裝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做的 比例做的這麼前低後高的比例這麼的大 因為改裝的彈簧的磅數比較高 即便後面一樣是承載300公斤好了 它一樣會下沉 可是下沉的幅度比原廠少很多 所以在改裝之後的車高比例 就能做得比較漂亮 比較接近水平 那至於車友提到的 怎麼樣的調整 車高才是水平的 會因為因車而不太一樣 像是前幾天的Fortys 它的前面大概是四指幅到五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才兩指再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不同的車 它的比例都不一樣 沒問題了吧 那如果還有問題也很歡迎 提問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如果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告訴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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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